我的青梅爱上了学校旁边书店的老板 尚赶着给人当后妈 我不认 他前途断送 将一切告知他父母 他父母找来小混混砸了书店 吓唬孩子 书店老板不堪重负 受伤后带着孩子离开 谁料路上出车祸 双双离世 多年后在父母的撮合下 我们结婚 婚礼当晚 他把我从三楼推下去 被最亲近的人伤害的感觉不好受吧 我也要让你尝尝 这是你欠他的 无尽深冤 最后看到的是他争鸣的脸 再睁眼 我回到了高三 正文开始 纪伯达 学校旁边新开了一家书店 你陪我去买点学习用品吧 耳边的声音逐渐清晰 眼前的模糊 也渐渐消失不见 我猛然从凳子上站起 动静之大把椅子都掀翻了 我不是说现在啊 是放学去 等会儿还要上课呢 坠楼的疼痛如潮水般涌来 又请客消失 看着面前这张翘生生的笑脸 我才确定 自己是真的重生了 重生到高三下学期书店刚开业的这一天 见我神色不对 柳如烟拍了一下我的肩膀 你怎么了 脸好白啊 柳如烟是我的青梅 我们从小一起长大 幼儿园 小学 初中 高中上的 都是同一所学校 感情一直很好 她看我的眼神 对我的关心都不是假的 但我知道未来 她会把书店老板车祸死亡的罪责 怪在我身上 在我们婚礼当晚 亲手把我推向地狱深渊 柳如烟是我的青梅 也是我心中唯一的白月光 纯洁如茉莉花一样的存在 她从小学习舞蹈 身材气质都很出挑 高一开学典礼上表演的古典舞 更是把我的心圈的死死的 我和柳如烟的父母是邻居 生意上也偶有往来 我们一前一后 在同一个医院出生 更让双方父母认为 这是一种缘分 还给我们俩定下了娃娃亲 此后更是走动频繁 她小的时候 父母生意忙 经常不着家 都是把她送到我家来养的 柳如烟的性子也比较慢热 除了对我偶尔展现亲密 与其他人都是点头之交 也因此 我成了全校男生极度的存在 同学经常开玩笑的说 你小子真的命太好了 家里有钱 还有一个漂亮的青梅 以后肯定是要结婚的 真是妥妥的人生赢家 每当这时 我都不会反驳 我自己心里也是这么认为的 我和柳如烟 就是注定要在一起一辈子 直到 一腾成的出现 一腾成是我们学校旁边书店的老板 高三下学期的时候 他搬过来的 他长着一张十分文艺的脸 穿着打扮 也十分有艺术气息 谈吐间 更是自带文人Buff出口成诗 他的小店装潢 也与普通书店不同 一进去 就感觉进入了一个充满文艺细胞的地方 一腾成有一个四岁的孩子 是一个单身父亲 小朋友平时上幼儿园 休息的时候 就会在店里玩 大大的眼睛 嫩嫩的小脸 不知道萌化了多少小女孩的心 因此一开张 就吸引了学校很多女生的光顾 其中就包括柳如烟 他去新开张的书店买文具 一抬头一眼沦陷 从此着了谜一样的爱上了一腾成 疯了一样的想靠近他 经常是一放学 就假借去同学家补课的名义 溜到书店和一腾成私会 前世 我陪他一起去了书店 又帮着他欺骗父母 让他安心去找一腾成 从那之后 一腾成这个名字 就频繁出现在我的耳边 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坚强的人 他带着孩子 已经很不容易了 我只是去帮帮他带孩子的 你不要带着有色眼睛看他 其实他是一个非常好的爸爸 一个人带着孩子多不容易啊 他其实很没有安全感的 他的心已哭死 是我给了他重燃生活的希望 我是他生命的光 听到这种话 我心中酸涩的男人 却又无可奈何 此后他以照顾男朋友 心情为由 渐渐疏远了我和一腾成如交似漆 他为了他逃课 甚至放弃从前视为生命的一考面试 别人都让我放弃算了 说柳如烟变了 配不上我 我不相信 去书店找他 却看到这个我心目中的完美女神 光天化日之下 和一腾成纠缠在一起 这一刻 我彻底崩溃了 失魂落魄地回家 碰上了找他的父母 我说出了真相 柳父柳母大怒 带柳如烟回家 把他痛打一顿 又找了小混混 砸了一腾成的书店 恐吓了他 还在上幼儿园的儿子 一腾成身心 受到巨大的伤害 经受不住威胁 卖了书店带着孩子离开 却不想 去往机场的路上 遭遇了车祸 双双离世 一腾成死后 柳如烟围灭了很长一段时间 某一天他突然想开了一样 复读重新准备一考 多年后 他成了家喻户晓的大明星 我继承了家里的公司 在父母的撮合下 我们结婚了 我以为是幸福的日子即将到来 却不想婚礼当晚 他假接约我看星星 实则把我从三楼一把推下 他只是爱我 他有什么错 你为什么这么狠心 一定要让死 他还有孩子 孩子才四岁那么小 你怎么能狠得下这个心 我嫁给你 就是为了让你放松警惕 就是等着亲手 结束你生命的这一天 他的痛我也要让你尝尝 你去地狱了 给他赎罪吧 跌落在地的前一秒 看见的是他猙獰的面孔 原来他以为小混混是我找来的 一腾成是因为我才离开他的 原来因为一腾成他 记恨了我这么多年 连我们的婚姻 都是他计划的一部分 在他发疯狂笑的笑声里 我不甘地失去了意识 大概是老天都觉得我太惨了 既然让我有了重新来过的机会 这一次 我绝对绝对不会重蹈覆辙 回过神来 最后一节课结束 已经放学了 柳如烟走到我面前 自然地把书包递给我 走吧 我摇摇头 并没有借过他手里的书包 你自己去吧 我有点不舒服想回家休息 这是我第一次拒绝他 他大敌也是没想到 愣愣地说 那好吧 说完便离开了 走的时候还负气一般 把书包一甩 他是如何爱上一腾成 前世的我 看得一清二楚 同样的场面 我现在已经没有兴趣再看一遍了 果然 重来一世 柳如烟依旧对一腾成一见钟情 之后 找各种借口 频频往书店跑 一次两次还行 多了 他怕父母怀疑 便把主意打到了我身上 让我替他打掩护 又是一天放学 我往学校外 走柳如烟跟在我身后 哎呀 小达你就跟我一起吧 让我一起去书店 然后看他们当着我的面 暧昧不清 我可没有这个兴趣 想都没想就拒绝了 你自己去吧 我不想去 柳如烟皱着眉 有些暗然 小达 我今天才发现 你怎么这么小气啊 你不能因为自己家里有钱 就看不上打工人啊 一腾成靠自己卖书赚钱养儿子 他很伟大的 你居然还瞧不起他 他是从哪里得出这个结论的 我明明只说了不想去 其实你只要了解他 就会知道 他其实是一个很好 很温柔 很博学的人 他现在这个样子 都怪他那个三心二意的老婆 你和他相处几天 肯定也会喜欢他的 前世 他就是一直抱着这样的心态 和一腾成相处的 但后来 他对我说 你别管我了 腾成说的对 我现在就是最好的时候 现在不享受爱情 等七老八十了才谈恋爱吗 人生苦短 快活一天就是一天 你就是嫉妒我们 忠贞不渝的爱情 有句话怎么说来着 你凝视深渊的时候 深渊也在凝视着你 他愿意堕落 我管不着 走着走着 便走到了书店附近 一腾成此时正好出来 一眼就看到了我们 他微笑着挥手打招呼 柳如烟也很高兴地回应他 他走上前 眼神炙热地看着柳如烟 小烟来了 与此同时 看我的眼神 立马变得有些音质 这位是 柳如烟捋了一下耳边的碎发 略带羞涩 我带同学来 腾成哥哥 你不会介意吧 当然不会 非常欢迎 只不过 眼神还是死死盯着我 像是我抢了他什么东西一样 他招呼我们进去 我站在门口一栋未动 柳如烟扯着我的衣服 试图拉我进去 走啊 小达 我甩开他的手 我没兴趣 还有是走了 柳如烟在身后挽留 我更加快了回家的步伐 见我不理他 他气得在我身后直跺脚 纪伯达 不赔就不赔有什么了不起 你阴阳怪气什么呢 谁稀罕 你走吧 走了以后 不要求着我跟你玩 也不要死气白赖的 要我原谅你 我可不会那么好说话了 死书呆子 臭纪伯达 真是冤枉 我是真心想给他们腾出空间 让他们好好恋爱的 怎么还不领情呢 柳如烟 这一事你就去追求你想要的吧 我不会插手 毕竟放下助人情节 尊重他人命运 少管闲事 方能始终 前世 我花了太多心思 在柳如烟和一腾城身上 高考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怎能容我分心 最后 没有考上理想的大学 不过我还算幸运 家里有点底子 毕业后 也没有像其他同学一样 为找工作发愁 但我依然很后悔 当年高考没有发挥好 既然有重来一次的机会 这一事 我想完成上一世的遗憾 我想考清华 为了这个目标 我必须更加努力才行 在我全力冲刺高考的时候 柳如烟主动找上了我 上次之后 我们就陷入了冷战 他也不等我上学放学 在班里 看到我也无视 我不跟我说话 我们从前一直亲密无间 一下子关系降到冰点 同学们都问我是不是 和柳如烟吵架了 他穿着学校定制的校服 衬托出窑窕的身材 慢慢地胶原蛋白青春又亮丽 同桌冲我实眼神 肯定是来找你的 果不其然 柳如烟拎着一个纸袋 直奔我而来 小达 这是我特意给你买的 是你最喜欢吃的草莓蛋糕 低下头继续复习 麻烦你了 放桌上吧 谢谢 柳如烟没动 我抬起头 他好看的脸上皱着眉头 语气埋怨 纪伯答 我一下课 亲自去给你买的草莓蛋糕 你就没点反应 我说了谢谢 柳如烟一下气不打一出来 使劲瞪了我一眼 愤愤地走开了 同桌好奇地凑过来 吵架了 冷战 没有 我感觉你最近变了很多 对柳如烟态度也冷淡了不少 咋了 这是要分手 都没在一起过何来的分手 我现在 只想好好学习 考清华 伟大的理想 柳如烟放学后 就直奔书店 估计是跟伊藤成说了 在我这里受挫的事情 隔天放学的时候 我便被伊藤成请进了他的书店 我对这里的印象不太好 只要一想到 他们上辈子曾在这里私混缠绵 我就觉得有点很恶心 然而不由得我多想 刚进门 伊藤成就给了我一拳 我猝不及防跌倒在地 嘴角一阵刺痛 伊藤成阴沉着脸 起来 我们打一架 赢了你不准 再纠缠柳如烟 不准再欺负他 不是你有病啊 三十几岁的大叔 仗着自己年纪大欺负人是吧 再说了你搞清楚 谁纠缠谁 我懒得理他 也不愿逗留 这里的空气让我觉得恶心 起身就准备走 他却不乐意了 难不成还是柳如烟缠着你 他都告诉我了 你们一起长大 你暗恋他很多年了 但他一直不喜欢你 也会是 你这种连打架都没有胆子的窝囊废 也不知道你父母是怎么教你的 这么没中 窝囊废 对于任何一个男性都是侮辱 而且 他不光侮辱 我还侮辱我的父母 是可忍孰不可忍 一腾成直接给了我一拳 没用的窝囊废 废物 我一下子来了气 反击回去 我一直有锻炼的习惯 加上上过一段时间的散打课 一腾成虽然比我大很多 但是他虚 加上没有技巧 反而吃了亏 我们俩一来一往全全倒肉 很快 一腾成体力不知占据下风 我打得起劲 直到柳如烟尖叫着 把我推开 给了我一巴掌 立即直大脸上 瞬间留下一个巴掌印 脸颊火辣辣的疼 从小到大第一次被人打脸 他掌心发红 手臂都在颤抖 怒声质问我 纪伯达 你有病吗 你打一腾成干什么 他身体不好 你是想打死他吗 这愤怒的眼神 恨不得下一秒我就立刻死去 作为挑试者的一腾成 却得到了相反的待遇 柳如烟小心翼翼地扶起他 点起脚尖 对准他的伤口轻轻呼气 一腾成还是个老男绿茶 他一脸委屈 对着柳如烟诉苦 一二 我本来是想 挤伯达同学好好谈谈的 你们毕竟这么多年感情 不能因为我离了心 他还年轻 也是太在乎你 才会动手打人的 你别怪他 好啊好啊 还烦咬人一口了 他心心作态的样子 让人恶心 于是柳如烟更心疼了 当着我的面 扯下来脖子上的玉佛吊坠 这是我爬了几千级台阶 凌晨四点去庙里 给他求的开过光的吊坠 是我送给他的成年礼 他一直带着 从不摘下 他曾说 这是你千辛万苦 为我求来的 我要带一辈子 然而此刻 为了一腾成 他无情地把吊坠摔到了地上 玉坠一下子碎成几半 柳如烟指着我的鼻子骂道 纪伯达 没想到 你居然是这么一个 无理取闹的人 你就是一个 没有同情心的怪物 我们完了 再也不是朋友了 绝交 我并不觉得心痛 只觉得太好了 求你信守 你自己说过的话 我们绝交 别再来找我了 我利落地拍走身上的灰 也好 就算是我们两亲吧 既然绝交以后 就不要联系了 我送你的东西 麻烦你全都扔了吧 我也会把你送给我的礼物 都扔了的 这巴掌我忍了 我不想打你 但又下一次 我就不会像今天这样客气了 你愿意 和这个男人 搞什么忘年恋 师生恋 上赶着给人家孩子 当后妈你就去 离我远一点 我很忙要学习 没时间 陪你们演什么狗蟹偶像剧 一腾成一个 那里坏到渣的男人 也就柳如烟这么天真 在自顾不暇的重要阶段 还有心情做她的救世主 幻想一段今世绝恋 就由她去吧 反正 以后误我无关了 柳如烟在同学鼓动班里的同学 孤立我 无视我 看到我不要跟我打招呼 也不要跟我有任何的接触 意图让我受不了 主动跟她 道歉向她求饶 以前她也是这样 一生气 就会和我冷战 不跟我说话 等着我主动向她道歉 只不过没有这次夸张 我却乐得自在 沉迷刷题 没人打扰的日子 不要太舒服 照着复习进度 清华指日可待 很快 一抹考试悄然而至 我认真复习备考 考完觉得还可以 应该还不错 同学们热火朝天的谈论答案 就是不带我 我也无所谓 拿出题目继续刷题 没过多久成绩出来 我考了有史以来最好的一次成绩 全年级第七 全班第三 我原本成绩不算很差 这段时间的努力 都被大家看在眼里 刷题机器 每日除了刷题就是刷题 考进前三 倒也没人怀疑我作弊 当晚我们两家一起聚餐 聊到这次的摩考 我爸妈一脸骄傲 夸我进步明显 相比我的放松 柳如烟简直是如坐针毡 他这次摩考 退步二十几名 直接从前三掉落到末尾 跨度之大令人咋舌 老实严肃地批评了他 还表示 下一次 如果还是这个成绩 就会掉出重点班 分到普通班 为此还特意给柳如烟父母打了电话 柳如烟的母亲急得团团转 吃饭时哀声叹气 不免责怪他 你这么回事 不是每天放学 都跟小达一起复习吗 怎么人家进步那么多 你反而退步了 是不是偷懒了 真是服了 不是说绝交吗 怎么还拿我挡枪 柳母转头问我 小达 燕燕是不是偷懒了 你告诉阿姨 阿姨绝对不会放过他 我还没说话 柳如烟就瞪了我一眼 像是在警告别乱说 随后辩解到 这只是一模 我是一考生 不用那么高分 再说了 这不是还有时间吗 我接下来肯定会好好复习的 柳母叹了一口气 像是拿她没办法 小达 你成绩好要多帮帮燕燕啊 我敷衍的点头 没说话 一旁的柳如烟嚷嚷 我才不要她帮我 柳母脸上有些挂不住 瞪了她一眼 她才安分下来 我妈在一旁帮腔 好了好了 燕燕说不定是发挥失诚 她平日里的水平不是这样的 下次调整好状态 肯定没问题的 我妈把柳如烟当女儿 从小到大 一直都很心疼她 聚餐结束 大人们都离开了 柳如烟嘲笑我 你一个只会读书的书呆子 有什么好骄傲的 别以为考得好就了不起 我是一考生 我以后是要当大明星的 等我当上了大明星 和你就不是一个阶层的了 你要是现在跟我道歉认错 我还可以勉强原谅你 将来我红了 可别说我不给你机会 我翻了个白眼 没理她走了 任由她 在我后面暴跳如雷 以前怎么没发现 她脑子有问题呢 一模结束后 柳如烟更加肆无忌惮了 可能是一句一考生 打通了她的认读二目 她自信地觉得 以自己的实力 就算不复习 上电影学院 那还不是手道情爱的事情 因此 她更加频繁地找理由逃课 请假 某次我帮老师去超市买东西 途经书店碰上柳如烟往外走 她走路的姿势极其不自然 都是成年人了 不可能不知道 她刚刚经历过什么 柳如烟见到我 先是微微有些惊吓 随后得意地昂起头 干什么 想跟我道歉 我看了她一眼 静止走向旁边的超市 纪伯达 你这个王八蛋 哼 在书店做那种事 已经很大胆了 我没想到 她还能做出更大胆的事情 某次柳父柳母一起出差 她居然光明正大的 带着一腾成回家 两人嬉笑打闹着出来 一腾成的衬衫 开成一个V领 脖子上 还有一块一块红的印记 见到我 柳如烟慌忙穿好衣服 她只有一瞬的慌乱 冲我挑衅 看什么看 我刚扔完垃圾回来 手上空空 他们便以为 我是故意在这偷看的 柳如烟调笑道 纪伯达 原来你表面正经 私底下喜欢听别人 床师的强叫啊 你可真不要脸 一腾成帮腔 奄奄别这样说 小达也是个正常的男人 自然会有这方面的需求 他也配 他就该孤独终老一辈子 柳如烟走过来 推散着我的肩膀警告我 纪伯达 不准向我爸妈告状 否则我不敢保证 腾成不会对你做什么 我哼了一声 绕过他们回家 之后一段时间 没有柳如烟的打搅 我进步神速 每次做题 都感觉如有神助一般顺利 柳如烟忙于 跟一腾成谈恋爱 成绩一将再将 二魔后 从重点班调到了普通班 任由他这次怎么狡辩 刘母也不听了 文化分无望 他们就把柳如烟 强制留在家里备战一口 柳如烟对此表达了 极大的不满 我的实力 电影学院那点分 还不是轻轻松松 有必要关在家里学习吗 我要出去 他疯狂地喊叫 柳如烟顿时呆住 柳如烟怒不可遏 指着他的鼻子骂 你给我老实一点 考出这样的成绩 还嫌不够丢人吗 我告诉你 你老老实实备战一口 别的不用你管 柳如烟崩溃大哭 却没人理他 物极必反 柳如烟的极端办法 一定程度激发了 柳如烟的逆反心理 一考当天 他借口上厕所 消失得无影无踪 柳如烟找遍了全楼的厕所 都没有找到他 打电话也没接 柳夫气得吹胡子瞪眼 当街破口大骂 柳母更是气得心脏病 差点发作 回去后 柳母一直哭 怎么会这样呢 他现在这么变得这么叛逆 以前他不是这样子的 我妈忙着安慰柳母 柳夫则是在阳台一根 又一根地抽着烟 他们想不明白 曾经的乖乖女 为何变成如今这副样子 但有没有可能 他一直就是这样的 他一直有颗叛逆的心 之前只不过是在伪装 在压抑自己 遇到伊藤城后 他觉得自己遇到了真爱 遇到了灵魂契合的人 为了他柳如烟决定 不再伪装 做回真实的自己 他一定觉得自己很酷吧 在最该奋斗的年纪 为了那莫须有的爱 放弃了前途 追随他离开 半个月后 柳如烟回来了 同时带回了一个爆炸的消息 他怀孕了 孩子是伊藤城的 得知自己女儿 怀了一个三十多岁 老男人的孩子 柳夫两眼一番 差点没嘎过去 清醒过来 气得想把他揍一顿 奈何他 现在身上有孩子 动不得 他们没办法 到我家把我爸妈 叫上一起想办法 令我很惊讶的是 伊藤城居然没有 陪他一起回来 是伊藤城不敢吗 还是他心疼伊藤城 怕他被柳夫揍 思索一会儿后 柳夫很快做出了决定 他先是向我爸妈道歉 说自己没有管好女儿 现在这种情况 小时候的娃娃亲事 不可能履行了 我爸妈摆手说 没事 解决好眼下的事情 才是重中之重 柳夫沉着脸 看向柳如烟的肚子 这个孩子不能要 明天我们上医院打掉 柳如烟一听 情绪激动反抗 不行 我要生下来 柳母崩溃 生什么生啊 你拿什么照顾他 我就是要生 这是我和腾城爱情的结晶 谁想别想动他 柳夫一听这话脾气上来 气势汹汹的 就想冲上去抽他 不给我爸拦住了 他破口大骂 你们爱情的结晶 那个老男人在乎吗 他都没有跟你一起来 你确定他愿意为你们负责 柳如烟理直气壮 是我不让他来的 您这脾气 谁知道会做出什么事 万一伤到他怎么办 恋爱脑如此 算是没救了 柳夫一拍脑门 彻底没话 不管柳如烟怎么反对 柳夫还是强制性的 要让他打掉这个孩子 为了保住和一腾城的爱情结晶 一腾城也不能再藏着躲着了 去打胎的那个上午 一腾城先行一步 来到了柳家 拦下了准备出行的一群人 一腾城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都没能让柳夫留母松口 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 独自带着一个四岁的孩子 在学校附近 开着一家勉强能养活自己和孩子的书店 这样的条件 柳夫能同意才怪 他不会做那种 把自己女儿往火坑里推的事情 都没正眼看他一眼 柳夫是打从心里不满意 鼻子都要翘到天上去了 一腾城勉强算是个文人骂 觉得自己饱读诗书 受不了这种蔑视 眼看商量无望 他像是下定决心一般 从口袋里拿出一个信封 厚厚一答 不知道装了什么东西 我大概能猜到 这里面是什么 上辈子从三楼摔下我没有死 但高位劫瘫 成了植物人 下辈子只能躺在床上不能动弹 柳如烟每天到医院照顾我 还招记者来拍 营造自己好妻子不离不弃的人设 成功让他的事业更上一层楼 我父母也被他不离不弃的精神感动 更是把家里半数财产送给了他 只有我知道他不是来看我的 是来刺激我的 他拿出一腾城生前 和他在一起实拍的照片 一张一张给我看 还贴心地解释发生的时间地点 事无巨细 怕我出生他还用毛巾塞住我的嘴 堵住我想说的话 看着我因气急攻心 愤怒涨红的脸 想骂骂不出口的样子 他疯狂大笑 很有成就感 我最后不是死于坠楼 而是被他气死的 如今他们走投无路 这就是他们唯一的筹码 一腾城用这些照片威胁柳父 让他们答应柳如烟 把这个孩子生下来 并且还要承担 这个孩子生下来后的一切费用 柳母看到照片 受不了这个刺激 一下子晕了过去 柳父也好不到哪里去 老脸通红 羞愧得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 上辈子我就看过这些照片 知道照片的刺激程度 一张比一张更触目惊心 一腾城就像现实版的李国华 诱惑无知的少女 为他奉献一切 在他面前诚服 可柳如烟不是房思琪 并不为此感到羞愧耻辱 他觉得这是爱 是一腾城爱他的证明 因此他并不觉得难堪 反而有些得意 所以说 他们是灵魂契合的人 不无道理 一个虐待狂 一个受虐狂 妥妥的天生一对 照片在手 柳父没了辙 他看向柳如烟的目光里 满是不解和失望 他想不到 自己如是珍宝的女儿 会联合别的男人 用自己的清白 来威胁自己的父母 如此恬不知耻 真的是他们那个 听话乖巧的女儿吗 他说要考虑一下 柳如烟肚子里孩子的去留 当天医院没有去城 一腾城还留在了柳家 为了柳如烟 为了钱 他甚至扔下自己的亲儿子 把他丢给别人照顾 柳如烟也以为 自己拿住了父母 觉得他们现在 拿自己没有办法 便趾高气扬起来 吩咐保姆 给自己做好吃的 刁钻野蛮的样子 让柳母大跌眼镜 柳父还是决定 要打掉这个孩子 至于那些照片 一腾城敢发他 就敢找人做了他 论身份江湖地位 一腾城显然 不能跟柳父抗衡 其实这是个 很简单的答案 只不过那天 他确实气糊涂了 有些失了分寸 一腾城一看柳父软硬不吃 只能把希望的目光 看向柳如烟 柳如烟也是 没有让他失望一顿 虎脚蛮缠 甚至不惜污蔑自己的父亲 往他身上泼脏水 说他年轻时 包养外面的女人 跟秘书暧昧不清 现在外面说不定 还有几个私生子 柳父虽然严厉 但是圈里出了名的好男人 宠妻爱女 这种事 他是做不出来的 他对柳母的好野事 众人皆知的 我们不相信 柳母也不会相信 只能说 柳如烟是走投无路 破罐子破摔 口不择言了 柳父这次是 彻底寒了心 对这个女儿失望透顶 短短十几分钟 好像老了十几岁 他跌坐在沙发上 无力地问他们要多少钱 原本他只是不想要这个外孙 现在连这个女儿 他也不想要了 柳如烟早就对这个家没有眷恋 从柳父柳母关着他 不让他出去 害他没有办法 跟伊藤城见面那客气 他就恨上了自己的父母 觉得他们不尽人情 不顾亲生女儿的死活 强迫他做不愿意做的事情 他觉得自己 只是家里用来维持关系的工具 与其继续受迫害 不如拿一笔钱 跟心爱的男人远走高飞 最后 柳如烟拿着柳父给的两千万 彻底离开了家 他以为这是他幸福生活的开始 没关系 生活会告诉他的选择 到底是正确的 还是错误的 两个人都没有工作 身边还有一个四岁的孩子 以及一个未出生的生命 由奢入解难 我都不敢想象 他们日后的生活会有多苦 柳父柳母受到重疮 去庙里待了一段时间 他们觉得自己上辈子 肯定犯了十恶不赦的罪 这辈子 才派这样一个女儿来折磨他们 去庙里待了一个月 回来时 考试已经结束了 考前 我全身心地投入复习 成绩出来后 我以黑马之姿 如愿考上清华 爸妈的脸都要笑烂了 逢人就夸我争气 升学宴那天 我爸妈大摆宴席 邀请了很多的亲朋好友 也包括柳父柳母 但他们没有来 只是托人给我送来了一个大红包 宴会上亲戚朋友们来沾我的喜气 跟自己孩子说 多个哥哥学学 以后也上清华知道 摸摸搁个手 沾沾喜气 我大概可以猜到 他们不来的原因 这样热闹非凡的场景 如果柳如焉没有遇到伊藤城 没有怀孕 也该是属于他的 年纪大了 容易触景生情 柳母身体不好 柳父应该是不想让她再受刺激 后来我上了大学 毕业后 还是继承了家里的公司 柳父柳母 把公司大权 移交给了其他董事 自己拿着分红 安享晚年去了 他们卖了原来的房子 搬了家 连我们都不知道 他们去了哪里 渐渐的也没有了联系 几年后 我结了婚 蜜月假期 我们来到了某个海边城市 下午我陪妻子在民宿看电影 电视中播放的是一部 青春校园爱情片 讲的是少女穿越回过去 拯救白月光的故事 我依稀想起上辈子 这部电影的主演是柳如焉 还是我投资 给她争取的女一号 这一世换成了一个不知名的演员 角色更适配 演技也比上一世的柳如焉更好 上一世柳如焉之所以想演这部电影 会不会也是因为她有遗憾 她想穿越回过去拯救伊藤城 但她没有超能力 只能借电影里的美好结局 慰藉自己 可惜 电影是电影 生活是生活 这样一想 我何其幸运 晚上 我们出去散步 海滩边很多边头发的摊贩 不厌其烦的 问着每个路过的女生 要不要边头发 妻子面前也很快围上来一个中年女人 美女 要不要边辫子啊 这个声音很耳熟 眼前这个女人身材臃肿 脸被晒得有黑 一道道的皱纹 一看就是饱经沧桑的样子 身边还带着一个四 五岁样子的孩子 妻子问我 小达 我要不要编一个 听到这个名字 女人一阵 不敢置信地看向我 我抚摸妻子的头发 好啊 你编肯定好看 我也认出了 眼前这个人就是柳如焉 当年娇滴滴的小公主 如今已经被生活折磨得不成人样 我震惊之余 实在没办法 把她跟记忆中的柳如焉 联系在一起 我们默契的没有相认 她熟练地编好头发 孩子很乖 不哭不闹地在一旁等待 曾经她的头发 都是去理发店打理 有专属的理发师为她服务 弄得满意她会很开心 不满意会指着理发师破口大骂 不就是一个臭理发的 有什么了不起 当初她看不起的职业 现在却成了她的谋生手段 真是可叹可笑 好看吗 特别美 二十块 我抽出一张一百元 递到她手上 不用找了 柳如焉低着头不敢抬起 我们走吧 牵着手没走多远 背后传来一阵争执 赚了多少钱 你躲什么 把钱包给我 妈的 才赚这么点钱 买烟都不够 你真是个废物 要你有什么用 没文化 钱也赚不到 取了你这样一个废物 我可真是够倒霉的 我没有回头 大不得向前走 曾经那个嚷嚷着 要当大明星的女孩 终究为自己曾经的任性 付出了代价 全文完